換的商務艙不論是長榮還是華航 用這張卡片換出去的至少有一半以上 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用 Hi 我是寶可夢 今天來跟大家聊聊我的主力卡 HSBC旅人卡 2024年的權益到底如何 趕快來看看 第一個問題 這張卡片是里程神卡嗎? HSBC旅人卡它共有三個不同的等級 最簡單的是旅人輕旅卡 它不用繳交任何的年費 但是刷卡就是20元一里 部分還沒完 第二個是旅人預席卡 它要繳交2500的年費 但是它的刷卡回饋比例好一點 就是國內18元一里 海外數月一里 第三個就是旅人無限卡 它的年費高達8000元 但是它的刷卡回饋比例最好 國內18元一里 海外10元一里 基本上你只要你的額度夠 怎麼刷通通都是這個數字 所以我個人認為 它的刷卡累積比例 其實是相當有競爭力的 第二個重點 這張卡片的旅行積分 可以兌換哪些航空公司獎勵計畫 它的官網寫到最多 有16家的航空公司跟旅程計畫 比如說華航 長榮 還有國泰航空 新加坡航空 這些都是大家很熟悉的 甚至連日本航空也可以兌換 那像阿聯酋還有卡達也都在裡面 那像美國的聯合航空也在裡面 所以它其實算是一個非常非常多元的 一個領程兌換計畫 我個人就很常把里程 轉換進去長榮跟華航來開票 其實算是非常非常簡單 去累積跟使用的領程計畫 第三個重點 它的旅遊積分有效期限嗎? 其實是有的 你只要點數進帳之後 三年之內 它就會過期 所以請你在最後一年的最後一個月份 比如說第36個月份 就一定要把它兌換完畢 不然的話 第37個月它就會過期了 但是你把它兌換到航空公司的領程計畫 又可以再有三年的效期 可以就是往後延續 所以如果你要換票以最長的時間點來算 最多就是可以累積6年的時間 比如說你要兌換中華航空的這個 亞洲區的商務艙 來回是要6萬里 但那6萬里 你可不可以一年累積1萬里就好了 所以以國內18年1里來講 你就是一年刷18萬 連續6年都刷18萬的話 你就可以換到 比如說台日 或者是台灣到巴黎島的 這個商務艙來回支票 一張 這樣就可以免費換到了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壓力比較沒有那麼大的刷卡方式 但是我建議你 拿到這種旅程卡 就是多刷多用 集結全家人之力 像我就是這樣子 就可以很快的累積到商務艙機票 然後就可以換給爸媽 或者是自己飛出去 就很不錯了 第四個重點 年費繳出去 可以拿的回來嗎? 我跟你講真的可以 簡單算給你看 於旅程無限卡來講 它一年送你4趟的機場接送 跟8次的貴賓室 它的現金價值多少呢? 如果你機場接送一趟以1200來算的話 4趟就是4800 那如果以貴賓室進去一次800塊來算的話呢 給你8次就是6400 所以4800加6400加起來就是13200 你扣掉8000元的年費之後呢 等於是倒賺了5200元 怎麼會不划算? 結論 這張卡片好用嗎? 我從它2020年問世的時候就辦到現在了 而且每一年都繳8000塊年費 除了疫情的時候呢 有年費減半只繳4000塊 但是呢 這張卡片 卻帶給我10幾到20萬里的里程 所以這幾年累積下來 這個數字真的是很驚人 所以疫情之後呢 換的商務艙 不論是長榮還是華航 用這張卡片換出去的 至少有一半以上 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用 如果你本身喜歡累積里程 飛出國去玩 我個人非常推薦這張卡片 因為它的年費 相對於其他的里程卡 是相對比較低的 但是呢 它還是有一些權益 比如說4次機場接送 或是8次貴賓室 又好又滿 一定回本 如果你全家一起刷的話呢 它的累積速度更快 像我呢 就辦了4張副卡 丟給我們家人一起刷 所以我累積的速度呢 就是別人的4倍快 這是非常不錯的 如果你想上車的話呢 我們這邊也有辦卡連結 就放在我們下面的資訊欄 非常歡迎你一起來上車 入所這張里程神卡 也別忘了回報領獎 好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非常歡迎你 就是公開按讚留言 分享給身邊的親友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囉 掰掰